各位好 我们来看范例2 这个光滑桌面上呢有一个洞呢 一个绳子穿过这个孔 桌面上的绳呢有一边它放有这个 绑住这个直量m的小球 然后桌子下的绳呢 绑住一个m1的砝码 那m做半径r的 等数圆周运动半径r 然后角数率是ω 这个就有点需要复习一下 上学期的等数圆周运动 然后这个时候它刚好可以平衡 是这样的啦就是 简单来说呢 小m的向心力 小m瘦的向心力 它要绕圆所以它要受向心力 向着圆形它才会一直不断的转弯 那是由绳子的张力来提供 就是绳子绑住小m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绳张力又跟 底下悬挂的物体 的重力一样大 神章力与 桌下的物体 重量相等 如果我们只看底下 那他就受到 两个力 一个是 重力 然后一个是 绳子的张力 这两个底销 一样大才可以让这个物体悬在半空中 那只要是 青的绳子 青绳 整条绳子的张力是一样的 而且张力一定是向内 有没有被绳子推过 没有吧 绳子张力一定是向着绳子 一定会被他拉 被绳子拉 而不是被绳子推 所以 不管是 下面的物体 受到绳子往上拉 还是上面的物体受到绳子往圆心拉 绳子都是 张力都是向着绳子 好 所以 我们就可以 待会就去做分析 这样子 那首先呢 是这样的 他这一题是要运用 角动量手痕 角动量手痕 在另外的影片中呢 我们会学到 什么时候会角动量手痕呢 什么时候会角动量手痕 或是 角动量手痕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合力举为0 合力举 为0 就不会改变 转动的状态 合力举 为0 不改变转动的状态 合力举为0 角动量就手痕 或也可以从这个式子看出来 就是合力举为0 角动量的delta delta是变化量 角动量的变化量是0 就是 角动量没有变化 或你也可以从这个看出来 力举它就是定义成 角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角动量随时期的变化率 然后当 力举等于0 那 角动量的变化就是0 也就是后来的角动量 等于原来的角动量 那我们角动量 台积的公式嘛 要去复习一下 R乘上 P垂直 或 R垂直乘上P 那也可以写成RMV 这样 所以 今天我们继续看题目 第1小题它要问的就是 M的遥转速率变多少倍 它是要求 速率 所以是求V' 变什么变 就是这里 它说 如果将砝码只要改成M2 原本底下这里是挂着4M1 可是如果 改成挂M2的时候 发现 轨道半径从R 变成一半 变二分之R 所以 它的轨道半径有改变 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讲到 角动量守恒 因为 我们如果以 这个 原心为参考点 那今天这个小物体 它受的力 有没有造成力矩 没有 没有 它这个力指向原心 没有造成力矩 没有造成力矩 那就是什么 就是角动量守恒 所以今天这个 今天呢 张力T通过参考点 所以不造成力矩 和力矩为零 因为它除了张力以外 好像其他也没有其他的力 会造成力矩的吗 所以 它的确是和力矩为零 那也就是 角动量守恒 所以 后来的 角动量就得原来的 它再利用我们的 角动量公式 就可以求输后来的速率 R N V 然后 就会变成 二分之二分之R 然后N有没有变 N没有变 小物体没有 绕一绕就变重 或变轻 但是这时候 前上的V' 这样就是 前后的角动量 一样 这叫角动量守恒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今天合力矩为零 为什么合力矩为零 这个张力 通过原型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 最后我们会得到 V'就会等于2V 这样子 这是第一小题 再来第二小题 它是要求 第一小题就是两倍啦 它其实是 求得到几倍嘛 所以是后来的 除上原来的 然后等于2 然后第二小题 它是要求 角速率 后来的 比上原来的 那 还记得吗 等数圆周运动的公式 有一个公式叫V等于 Omega R 或R Omega Omega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 底下这个是指 写 的替换 替换成R乘上M 乘上R Omega 那因为角动量守恒 所以 我们右边这里也是 就是 继续造超超 只是我们把 V' 写成R 这里的R也是要新的R嘛 新的 就是 后来的R 我们不要这样写好了 就是等数率沿舟运动是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角动量可以写成rmv 那也就是等于 r乘上m乘上rω 所以角动量的公式变成mr平方ω 那继续 因为这一体角动量守恒 所以一开始的角动量 就会等于后来的 后来的质量一样 后来的半径变一半 但是要平方 乘上后来的角速率 好所以这样子角速率后来的是什么 是四倍元来的 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再来看最后一题 稍微缩小一点 好再来呢 第三题呢 他要求的是 这个m2是m1的几倍 那这时候是要用向心力公式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这个t其实就是上面这个小m的向心力 这个t就会等于重量 就是等于重量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就是m1g等于t1 然后就会等于m 然后mv平方除以r mv1平方除以r 这样 那前面的这两个是底下 底下这两个互相平衡 所以重力跟绳子张力平衡 那后面这两个呢 是张力作为向心力 向心力公式 mv平方除以r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式子 那第二个是 当我们底下的重量变成m2的时候 我们张力也变t2 然后呢 向心力也变t2 那这时候出现了 v2平方除以r 这时候要写一半 对不对 因为 题目有说r变一半 好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式子相除嘛 相除 下面的除上面的 下面的 比如说下面的b 除上面的a啊 这样你就会得到m2分之 m2除以m1 就是m2是m1几倍啊 所以b去除以a 那我们等号左边就会出现m2除以m1 右边的小m都消掉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剩下什么 剩下v2平方除以r除以2 然后除我们就慢慢写好了 除v1平方除以r 那这个r都会消掉嘛 所以最后会得到2 然后v2平方除以v1平方 那v2平方跟v1平方差几倍呢 差4倍 因为第一小题有提到 后来的v和原来的v是差2倍啊 所以最后结果就会是 就会是2乘上2的平方 最后是8倍 答案是8倍 稍微移过来一点 所以第二小题是4倍 然后最后一个是8倍 谢谢各位